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西班牙的奇幻恐怖片《地狱铁匠》 影片一开场 在西班牙的第一次卡洛斯战争期间 作为保皇党的胡子书和两位战友 在运速一批黄金的时候不幸被捕了 敌方军官的办事效率还是挺高的 马上命令手下去把这三位给逼 神奇的是胡子书居然没有领盒犯 更神奇的是地狱的恶魔斗逼格也出现 这胡子书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七里咔嚓把神父和这些当兵的权力杀 八年后的一天 毛弹叔提这个包来到了小镇 旅馆老板说您来这儿有何归干呢 毛弹叔说我是替省政府工作的 来这儿的目的是找一位铁匠 旁边一龙套说 那铁匠可是出了名的杀人不眨眼的 十分的危险 手里那把大铁锤是见谁砸谁的 旅馆老板说你最好别去 去了转梗屁 第二天那一早 毛弹叔来到了铁匠家的门口 院门上挂了一牌子 上面用仿送题写了几个字 滚蛋不然让你领口拍 这铁匠不是别人 正是开头那位大难不死的胡子处 咱也不知道这哥们这些人经历了什么 整个人看上去像是被人带了绿帽 显得非常暴躁 神父王大白这个人非常的健谈 字要是画匣子一打开就啰嗦不没完 而且还伴随有夸张的肢体语言 小萝莉是一个孤儿 他妈咪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就上吊交了款票 他爹地是谁也不知道 后来这小萝莉被神父王大白给受养 由于打小就没有得到过负爱母爱 这小萝莉的性格是既盼你有孤僻 不仅没什么朋友 还经常被别的孩子欺负 由于小萝莉把做弥萨时用的酒给偷走 把王大白气得不停了 王大白说 你这个小压道骗子早晚下避雨 小萝莉说放你的落雀屁 趁着毛大叔出门 旅馆老板和几个朋友偷看了毛大叔的公文 公文上明确写着 有一批黄金就在这个小镇 让这几位都非常的兴奋 几个人正聊着的时候 毛大叔突然回来了 毛大叔说 你们竟敢撕拆政府的信 我看是不想混了 几个人一听全瞎叫 毛大叔说 我给你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跟我一块去铁匠铺走一趟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随后三个龙套跟着毛大叔来到了铁匠家 鸡贼的毛大叔说 我在这放上上岗 你们只往往里跑 蒙圈哥的眼珠子都能挺大 可是只顾上面没注意脚相 一不留神就中了胡子叔的拳套 疼得神嗷直叫 而就在这个时候 铁匠胡子叔戴着面具 手拿大铁锤和盾牌突然出现 紧接着就是一场混战 那二位一看大事不好 仨子就跑 蒙圈哥有一点太背了 不幸中了胡子叔的连环套 交了饭套 为了找回被熊孩子拽掉的娃娃的头 小萝莉摸到了胡子叔家 当他正瞎询问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个被胡子叔囚禁的小哥哥 小哥哥说 大妹子 那你孙子就是一混蛋的 我都半年没吃饭 你赶快把我救出去 趁胡子叔睡着 小萝莉偷走钥匙 打开笼子 把小哥哥放出 可让小萝莉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小哥哥被放出来之后 突然摇身一变 把他吓得是花转颤 这哥们儿不是别人 正是开头那位恶魔斗逼哥 接下来是胡子叔和斗逼哥的一场中复战 哎呀 这位斗逼哥虽然是来自地狱 但这业务水平是真的不咋地 跟刚才那位挂掉的蒙圈哥一样 都是顾头不顾定的大手 一不留神就中了胡子叔圈套 斗逼哥说 你啊也太不讲诚信了 当年咱俩签的可是有契约啊 我让你回家见了你老婆 你就应该把灵魂给我 胡子叔说 可是我见到的不是我想见到的 斗逼哥说 大哥你要这么说就没心了 你老婆给你戴了绿帽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说话不算话以后变亡亡 胡子叔一听可气得不轻啊 拿起烧红的铁灯就往斗逼哥身上出 把斗逼哥疼得是自话乱叫 看着斗逼哥的剑样的小萝莉也挺来气 拿起铁灯也是一阵乱投 随后胡子叔把鹰嘴痘撒在了地上 这恶魔都有强迫症 一看到鹰嘴痘就情无自禁的束缚 胡子叔又拿出一小铃铛 这小铃铛可是恶魔的克星啊 铃铛自要日一响 恶魔马上就痛不欲伤 斗逼哥说 你们这俩大坏蛋不再这么欺负人的 我现在是客厂所长 拿你们没法办 等到了地狱 咱心战老丈一块算 小萝莉说 既然你是从地狱来的 那你见过妈咪吗 斗逼哥说 你怎么知道你妈咪在地狱 小萝莉说 我出生后不久他就自杀了 你能把他救出来啊 斗逼哥一听就笑了 说自杀可是重罪啊 下地狱那就对了 你以为地狱是什么地儿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也太不拿阳王爷当回事了 既然下了地狱 那就再也回不去 斗逼哥正瞎白货的时候 被胡子叔一吹个咋龙圈 说你甭听他胡说话道 这孙子嘴里没实话 胡子叔刚把小萝莉送到门口 毛蛋叔和神父王的白带着人去赶到 不容非说就把胡子叔给豁住了 影片演到这儿 该介绍一下胡子叔的家务事 原来在八年前 胡子叔死里逃生之后回到了家乡 可当他回家一看 这脑子当时就乱 他老婆以为他早就死在了战场上 所以跟别的男人生了孩子 而这个孩子正是小萝莉 眼瞅着自己的白帽子变成了葱姓绿 这胡子叔能不来起 抓住小萝莉就打算扔进火堆里去烧了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小萝莉的亲爹即是出现了 情敌见面自然又有云犯恶战 胡子叔气里咔嚓就把小萝莉的亲爹给杀了 他老婆一看 这烂摊子也没法收拾 于是便上吊交了款套 而胡子叔则把还在墙堡里的小萝莉 送给了神父王大白 一帮人进屋之后 突然发现了笼子里的豆逼哥 王大白说 哎呀我去 今儿可是来着了 我得把这孙子弄到范蒂冈 到时候大主教一高兴 说不定我就能得到重用 一帮人对胡子叔是严刑考大 想让他说出黄金藏战的 可胡子叔是舍命不舍台 一个字也不说 毛大叔走到了豆逼哥的跟墙 豆逼哥说大哥 你自要是放我出去 我就告诉你关系在哪 毛大叔说 你呀到底是怎么混的 地狱的脸都让你丢尽 豆逼哥一听就有点梦圈 他仔细一看才发现 原来毛大叔居然是自己的上级领导 豆逼哥说局长 谢天谢地 你赶快把我放出去 毛大叔说 我这次来是为了拿走铁匠的灵魂 你把这件事给干砸了 所以杨王爷才派我来给你擦屁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由于你工作不力 已经从正处降到了复刻 你还有什么话说啊 而且你一直没回去 你知道现在咱单位的同事 怎么议论你 都说你借着出差的机会公会旅游 你说你啊 你好歹也是一个恶魔 怎么被铁匠给软禁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 由于胡子叔一直不肯说出黄金的下落 毛短叔决定把胡子叔给吊了 豆逼哥说你把我放出去 我不仅能救了胡子叔 还能到地狱找到你妈妈 小萝莉一听马上就同意了 他拿起小琳朗一晃 毛短叔很快就圆形毕露 都说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可这豆逼哥天目 这哥们由于不长记性了 刚跑出门就又被人给祸罗了 为了到地狱见自己的妈咪 小萝莉和毛短叔达成了出卖灵魂的建议 胡子叔说你得带我下地狱 我必须要救出小萝莉 豆逼哥说我去 胡子叔说要不是小萝莉把你救出来 你现在还在笼子里关着呢 你可是千难一个人情啊 不去可不行 要说豆逼哥这人真不错 不仅诚实守信 而且还知人图报 为了还小萝莉的人情 带着胡子叔下了地狱 不过胡子叔可没空着手续 他把那口用黄金打造了大钟 呆在了身上 这地狱里的人可是真不少 比早事还上了 跟豆逼哥一个办公室的洛塞胡说 你这段时间跑哪去了 单位的同事都说你嗝的屁了 豆逼哥说咱就来自地狱 还怎么嗝的 胡子叔经过一通瞎学末 终于找到了小萝莉 在豆逼哥的帮助下 小萝莉重新发挥了人间 而胡子叔则留在了地狱 并悄悄了丧中 豆逼哥说小萝莉可是个天使 地狱都不收的 今后谁要是再转欺负的 我就趁你们睡觉的时候 把你们大摸手指都咬掉 影片的最后 豆逼哥变成人形 搭了个顺风车 开始浪迹天涯 满世界下游软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找唐诗压惊 做人必须讲诚信 不然以后没法混 说反而瞎胡来 要比恶魔更可恨